Live from me to you 难道不能在zoom上面吗 结果我一看这个对话 我就回说 怎么感觉好像是妈妈和青少年 对话的这个味道一样 结果我这朋友讲了一句经典名言 他说女儿是妈妈生出来 帮忙管理爸爸的 哎呀我一听啊 这个是冷汗直流啊 因为我自己也有两个女儿 而这个句话好像真的很有道理 因为女儿一句话 哇呀我真是百依百顺啊 再仔细一想 老婆加上两个女儿 哇我真的是活在三娘教子的一个状态下面啊 那儿子怎么办呢 我后来发现 我家的儿子跟我啊 就是在家里努力生存 寻找这个空间的残党伙伴 哎呀开玩笑的 其实五月份呢是母亲节 也是个注重家庭的一个时刻 在这边祝福每个家庭 都满有这个幸福 也满有美好的关系 诗篇127篇 在圣经里面这样说到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 年轻时所生的儿女 好像永世手中的剑 今天在荧幕前的你 不论你是有儿有女 或是正在怀孕 祝福你们的亲子的关系呢 就好像永世啊 手中的剑一样 能够有很好的默契 能够有非常好的状态 当我们一起来这个努力人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成为神手中 美好的武器 为神打美好的仗 也能够成为许许多多人 平安保护的祝福的一个源头 那无论如何 我们都是儿女 让我们也能够在有机会的时候 好好来经营珍惜 亲子之间的关系 Well 但愿你这个五月份呢 能够让你们家庭再次美好 再次这个热情绽放 Look from me to you See you next time